昨天晚上看了白鹿园,人家吃的油泼面给我馋得够呛,今天就安排起来,不能说味道一模一样,简直就是毫无差别,真的是太香了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些葱花和蒜末,这两个是灵魂不能少。 切完之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提前烧一锅水,水开下入面条。 我用的这款是山药刀削面,它的配料干净,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。 面条煮开之后,加入一碗凉水,再次煮开就熟了,将它捞出来过一遍凉水,这样口感更劲道。 控水后放入碗中。 锅里面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,我放了豆芽和青菜。 煮熟捞出来,放入碗中。 重点来了,加入蒜末,葱花。 辣椒面,白芝麻。 盐,生抽。 香醋,老抽,白糖,最后滚烫的热油往里面一泼,香味瞬间就来了。 面还没有进嘴,口水就流了一滴。 香辣过瘾,酸爽开胃,味道比面馆还要好吃。 老公吃了一碗又一碗,喜欢你也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